我們想到的故事的結局 其實基本上都是極為類似的 我舉個例子 請問一下 白雪公主的結局是什麼 跟王子在一起 再講精確一點 他們怎麼樣 他們王子跟公主就怎麼樣 對 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那 灰姑娘呢 也是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沒有錯齁 通常 走到了一個愛情的故事 走到了結局 走到結婚在剎那之後 就得到了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然後呢 然後就接下來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 因為我覺得分享是一個很有力量的一些事情 所以我覺得要回來跟大家分享 其實我今天要講的其實是跟我自己的家人比較有關係的事情 也跟我的工作有關係的事情 並不是這一次就是講到跟我太太和小孩有關係的事情 我待在國中的那個時期的時候 你知道國中生吧 那時候就是有那個中二病 中二病都會有中二病啊 不是很愛看東看西 我是說漫畫之類的 對 或就是喜歡跑去播電動網軍店啊 然後或者是在網上跟人家嘴炮 那我國中的時候呢 就成績也不是特別的出眾 然後脾氣也是很暴躁 所以通常這樣的學生在學校會怎麼樣 大家想想 就是通常是做最後那一排 然後翹腳在桌上 然後不知道在做什麼 然後老師講話都沒在聽 而且常常跟同學惹事生非出於大家的那種類型 沒有錯 我就是那樣的學生 可是後來呢 在某一天晚上 我在家裡面 就是 我就在睡覺的時候 突然就被我媽在床邊搖醒 我媽說 學長 媽媽有話跟你說嗎 我就睡很輕鬆 就媽媽 她就 你起來我有話跟你說 好 我就坐在床邊 我就這樣做的 然後我把她坐在地上 然後她就開始跟我說 你知道 一個做父母的 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確保她的孩子的未來是安全的 是不會受到威脅的 我說呢 然後她就開始跟我講 我覺得我的所作所為有點迷失了 有點太放縱自己了 找不到自己未來的方向 所以我一直很容易放棄各種事情 不懂得努力 所以 說什麼事情都失敗 才會畢竟那麼暴躁 我聽人聽著 我就哭了 我就給我媽在床邊兩個人在那邊哭泣 然後 我是阿賴的瞎自覺醒 然後媽媽跟我說 一樣 我的媽媽記得有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 你是 不要臭煙喝酒 因為它會損害你的心事 第二件事情是 不要輕言放棄 因為這對女人生會有很大的幫助 這兩句話到現在我也記在心中 不管我做任何事情 我們都很重視這件事 然後呢 到了我大學畢業的時候 有一天我跟我弟弟在聊天 我就問他說 因為那時候我弟大概十六七歲 那他念高中的時候 跟我念國中的時候 差不多就是一樣 就是很中二的樣子 然後我就跟他說 隔開你這樣平常上有種好險 我也是很擔心你 不過我覺得你有一個很好的習慣 就是 你都不會抽煙喝酒 然後我說 我弟就說 當然 我媽小時候不是有在床邊說過嗎 原來還不是只有我 對 但是這件事情我也是記到心中 那到了今天這個時候 就是 就是我認識當中有沒有抽煙喝酒呢 抽煙沒有 那 喝酒通常都只有在 呃 需要大家小酌的場合的時候 才會被人家灌了一下 這樣子 平常我想我應該還是做得不錯的 但是主要不要經驗放進這件事情 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件事情 其實我昨天啊 在 我現在主在一個是創業的過程 然後 然後 負債了不少錢 這樣 那昨天呢 在跟公司同事開會的時候 然後 我們取得了一個巨大的 爭執 對 然後我手上現在還有傷口 因為我們就 鄧多阿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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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時候 我結束了之後 我自己心裡應該很後悔 就是 後悔並不是我們吵架的 因為我覺得團隊有真實是正常 而是 為什麼 距離我上次這樣 暴怒 拍桌子 大罵 是七年前的事情 有沒有 我已經很長一段時間沒有把我的脾氣發出來 那當然 昨天是 我們團隊已經有了很 一直以為我們經營的不是很順利的情況下 我已經 其實大家壓力都應該都很大 所以我覺得我就忍耐不住了 然後 我覺得大家其實忍耐不住的原因是因為 我告訴大家說 可能我們要放棄了 可能我們的團隊經營不下去 因為現在做到了一個 我覺得做到了一個死胡同 我想不到我可以解決他的方法 可是事實上其實 在之前在跟阿峰交往過程當中 我發現一件說法 交往 交往 我是不是講錯話 在跟阿峰認識的這段時間當中 我發現阿峰改變了很多 然後他也改變了很多他身邊的夥伴 跟他的關係 那 這點是 我覺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為 一直以來 我對於我的同事都有一點距離 所以我都試著把真實的自己 隱藏在 就是面具下面 那 昨天大家很認真的吵了一架 也許 有人覺得這樣吵架 不一定是好事 但對我跟我的同事來說 這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可是我覺得最後 我對他們很抱歉的事情是 我居然 我是一個有限團隊的領頭 領頭羊 我是帶領大家的人 可是我想的是我要放棄這件事情 我覺得很糟糕的 所以我 我希望我告訴我自己 在大家面前宣誓 我希望我改變我自己 我要 呈現更真實的自己出來 然後改變我自己的心態跟態度 然後讓我的同事能夠更信任我 讓我們能夠走得更遠 那我不會再輕易放棄 我們想要創造的未來 讓公司能夠 有更穩定 回到更好的正軌上面 所以今天 哪有的話我希望大家 會後 等一下我們講完 我不知道有沒有這個時間 就是大家可以來一個 FREE HOT的時間嗎 你也需要 我覺得有一點 OK 好 但是就是今天 但我覺得講出來 分享 是很有力量的 分享這件事情本身 就可以讓我覺得 我改變得不少 那我願意把這樣的事情 故事跟大家說 也希望大家未來 可以更有感人做自己 然後成就一個美好的家庭 所以我現在是兩個孩子的爸 謝謝大家